这几天,只要走到市场里,便会看到卖粽叶的摊贩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没错,端午节要到了 大家都知道端午节有粽子可以吃 也可以捉香包,更可以看荣州比赛 由台东县失智者关怀协会主办幸福台东活力庆端午 关怀联谊活动 28日在美农村班纠冰品部的广场热闹展开 现场来了许多的乡亲 不论是大人或小孩 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谢谢我们继续打官 我一个机器 阿姨 他大部分,我一个机器 那给我看我妈妈的片 那我们只是在成立的中心 因为现在只是在冷气严重 每七秒钟就有一个新的案例 那当我们老人的人口 六十五岁是百分之五到八十五岁 应该是百分之三十五号 活动中不仅有香包DIY 现场包粽子的活动等更有好看的表演 像是由阿公阿嬷主团所带来的 阿公阿嬷主团表演 赤咸宫丁英三太子的 你是我的花朵 你到表演中的 看到这么可爱又有趣的律动 也令现场观众时的阿公 至今手术也道歉 这个包粽子要包我阿 真好吃啦 阿包的咪 阿包的阿 阿包的阿 阿捏 阿捏 它虽然是一个简单的兔娃娃 但是它的意义还蛮不错的 当午节快乐 耶 现场仲乡四溢 让人忍不住流口水 迫不及待想尝一口呢 而除了好吃的粽子 也有冰淇淋让大家冰凉一下 这活动带动了乡亲们之间彼此的互动 及情感的建立 让原本就和睦相处的乡民们 更像一个大家庭 最后 冬秋节一年一度又来了 那我们世事者官媒协会 的确在98年 开始成立到现在 把我们的理事长 装理事长 跟我们全体的会议 的确对这个区块 付出很多 我也呼应 未来我们乡镇公所 尤其是我们县府的团队 也应该多多的为我们 像这样好的团队 加强的来给他们做支援 那么我们在这里 我跟我的太太呢 齐声的向大家说 端午节快乐 东台新闻 曾慧如江新华 好想吃粽子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